年底三合一選舉 台南第九選區市議員 應選巴西 選情激烈 參選人多為現任議員 地方人脈豐沛 值得一提的是 五黨籍李聰志林洋宜 以及代表台聯黨參選人楊忠誠 近日請有基層 爭取曝光機會 對現任議員頗具威脅 在頂會落選後 三年外來同樣 腳步都不停 一直在打拼 再幫大家做好服務的工作 三年外來服務處 教雄都在營業 都在跟所有的選民 做好服務的工作 綠營參選人李宜錦表示 不會因為是現任議員而鬆懈 另一位參選人郭國文本身 是野百合社運人士 在上屆也拿下該區第一高票 這次爭取連任 也展現勢在必得的決心 從第一屆的摸索當中 所累積出來的一個基礎 那要切入各項議題 我想有一屆市任的一個時間 第二屆會更順手 也會更有把握 當然是平常心 因為基本上我也算老鳥了 那當然還是不能大意 那我覺得都要期待選民 就是說要看得出我們過去的認真問證 然後對地方的服務非常的周到 我覺得如果肯定我們期待 選民就把票投給我們 前市議員李重志強調 這三年多踏遍民間的基礎 因此更了解地方的需求 才會決定捲土重來參選市議員 為縣市合併後 卻沒有顯著績效的台南發聲 而另一位參選人李楊矣 則因不滿民進黨終止決議議員 提名人數微調 把他爭取顏面 也在今日前往選委會完成登記 本來四式的東西 看我加了而已 就我回到三式 這可以說非常不公平 可以說可能是尖對我 地方這裡的現場也尖對我 結果我就去這裡交代了 我就交開了 我說我退出三式 我當然這樣參選了 在走過定期的人 我如果是五時也沒有董牌 都參選了 現在當前我們民生的議題 還要為老百姓發聲 已經不是民進黨跟國民黨來做主 相對的就是未來 因為公民意識的抬頭 是必須讓現在人敢的政務 必須要面對未來要去思考的問題 縱觀第九區選市 除了現任議員尋求連任之外 也有五黨參選人磨刀霍霍積極布局 老將新秀奇真鋒 是否能夠淘汰換新 想必到時將是一場激烈熬戰 記者陳其昌 林優春 台南報導